三名黑衣男子把轿车停在KTV前 频频在店内闲晃 见到被害人一走出店外 红衔下车被揍完之后 他逃离到第二个点 三名扼杀一路追打 身穿白色短裤的彭信男子 彭信男子就在大马路上狂奔 被打到送一急救 只见他捂着头一脸痛苦 被抬进医院 男子的脸严重于亲眼睛 肿道折不开 鼻子更是被打到贴上绷带 整个脸被打成猪头似的 完全看不出他原来的样报 到底他做了什么事 竟然会被打成这副模样 原来彭信男子企图诱骗 这打人的三名男子 要他们以二十万投资 一开始他们看彭信男子出手阔挫 还一身名牌有些心动 但上网一查 发现彭信男子竟然有窃到前科 还上过社会版面 出来 二十二岁的彭信男子 曾在电视剧当林燕 年轻轻轻的他 却拥有六次诈欺前科 去年就因为诈欺 亲手女招控诉 没想到这次 他竟然转移阵地 到台南重操就业 却招人试破 反被偷殴 原警最后调阅监视器 陆续将三名嫌犯逮捕归案 彭信男子现在也没有生命危险 虽然使用暴力处与私情是不对的 但也希望彭信男子能寄取惨痛教训 不要继续招摇撞片 接连网站宋香菱 台南报道